謝謝我們家蓁 當有人為我們熱情復甦的時候 我們應該也要給他們一個熱情的回饋 借我一個掌聲給我們家蓁 好嗎 各位好 我是黃沖斌 今天來跟各位聊聊有關 我們一個勇敢聊書逆轉人生這件事情 各位放心一件事 我剛一直在研究一件事 我們的順序好像是照著年齡在台語 越年輕了 越小的 我們年次越年輕的 數字越小的就放在了 越後面了 各位是這樣子我想大家今天 從早上我們今天的一個活動進行到現在 真的也辛苦了 各位這樣子好不好 借我你們的右手 借我你們的右手 像我們旁邊的右邊的一個朋友 跟他們講一句打氣的話 好 照著他們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 辛苦了 好 各位 剛剛提到的 有人給我們一個熱情的支持 我們要再給予熱情的回饋 再借我你們的左手 握著拳 當作他 只剩一位 要加油 好 各位 各位 真的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今天聊到一個 我本身是一個網路廣播的節目主持人 這個是我們廣播節目裡面的一個節目介紹的頁面 那麼 當然除了一個廣播主持這樣的一個身份 剛剛佳蓁有跟我們回答 聊到一件事 我似乎有一個非常非常多元的身份 你先到我們馬上有一個短點 叫做斜槓青年 所以我們就一個斜槓的概念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本身我是一個公司的創辦人 一個電台現在負責經營的人 那麼 常常的主要的組織 我們在企業做一些講師特殊的服務 本身的主持節目 甚至有一本書籍 我剛剛其實在台下我一直在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 我剛剛我想各位前面三位的講者 也都在一個各自領域發展 尤其像剛剛陶黛講的一句話 他每天在廁所的時候就是一直在想 想說要怎麼樣講一些事情 我也其實很好奇一件事 我們也一直在想 想想想 我想到我的頭髮都沒有了 為什麼你的頭髮還是這麼多呢 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很好奇喔 不過當然這是一個清醒的感覺喔 剛剛也有跟各位分享到一件事情 我從一個做自己的勇氣這本書 跟大家聊聊一點點我本身面臨的故事 各位 看到我現在的經驗 可是在過去喔 我本身是一個跟我們剛剛畢翔有提到 從業務出身 我們的陶黛也是一個業務的一個角色喔 業務似乎是在訓練我們說話 在訓練表達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職位 其實做自己的勇氣這本書 紀錄的也是我出社會喔 沒有多久 我就因為卡債的關係負債了45萬 那麼這45萬喔 導致我後面在找工作非常的不順 因為公司會收到執行命令 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一萬一會欠這麼多錢 我在公司的發展會收限 我在公司的人際關係也會遇到改善 下班 同事喔 本來會找我去吃飯喝茶的 後來當財務狀況被看到了之後 其他同事要約吃飯也都會到此 於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面臨的職場找工作 找工作不難啦 當時頭髮還多 看起來還有就是沒有人一樣的 咦 我們要去找個業務工作 公司還找不到 但是財務工作 財務的問題被發現之後 我們後面就會比較辛苦 於是我做了一個相當不顧責任的決定 我去做 既然銀行對我不友善 那麼我就去做一些喔 沒有銀行的一些工作 我去做現金生意 我去買攤 我們有歷經了這一些整整的過程 一直到我的老婆決定嫁給我 有人說知道我負責還願意嫁給我 伸害令囡 伸害令囡 征悟就這樣 很願意為有懷留一個小孩 於是我必須去面臨一件事 面臨的就是 我的孩子當要出生的時候 我就要讓我的孩子有一個 很不負責任的爸爸嗎 四十五萬喔 本經商幫不要面對他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讚 有沒有願意猜猜看看 他能打到多少 一兩個一個一個一個信心 數字差一下 八十 還有嘛 九十 九十 欸 這兩位我先借各位掌聲給他熱情盤掌聲 我們這兩家銀行 男佛心的 利率蠻低的 拿兩家跟我講一下喔 當我們要去面對他的時候 其實已經漲到112萬 但是透過我們自己願意去面對 透過我們要去債務協商 當我們把這個反向去還清掉了 現在我不算是生氣 說真的心情非常的開心 可是一個感覺 概念就是 當我們人生遇到了一個狀況 我的人生變黑白 我的債務狀況 讓我的工作質量非常不順的時候 老實說 我的問題還在 當我逃避問題的時候 我的問題還在持續的膨脹 還在持續的放大 因此喔 也許到現在我們本身也在做一些 契約經濟的膨脹管理 那麼我也會給各位朋友一個小小介入 遇到問題 問題不可怕 但是當然我們逃避的問題 這個問題還會持續的反大 那麼在整個過程 人生的過程 其實走了無敵 翻談了之後喔 我們也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老實說 各位 現在透過廣播訓練主持 讓我的聲音有所感應 在我以前喔 在我的以前 其實我的聲音 這是我剛剛正常講話的時候 會比較低一點點 講話很低一點 如果我這種說話是能在兩分鐘 大家就會好好地睡 所以無論今天我是在一個課堂上 我必須去提氣 無論我是在我們做一個廣播 做一個錄音的時候 我們提氣可以讓我們的聲音清亮一點 但是在之前 它確實是我的一個字印章 各位 有人聽過李基準先生嗎 知道的可以取個程度 你知道嗎 我會有問題 因為你也不行 這是什麼方向 有人幫這個問題下的這個註解 我通常是說 這是個測備份的問題 其實李基準先生喔 他們的聲音喔 我們玉琳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李基準先生的聲音特質 大概有哪些 我印象中 他是非常非常有詞性 然後你會覺得他的聲音 像是有點像 像是鐘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說話的時候 好像自帶echo 然後有一個共鳴 我會覺得好容大 是 謝謝 你基準先生的聲音 很優美很漂亮 很詞性 很優美很感性 我當時國中生高中生 我就在聽他的廣播 說真的 聽完之後 我就立了一個志願 以後我打死也不當廣播主持人 他的聲音這麼漂亮 這才是廣播主持人的聲音啊 那我的聲音 霍羅撒比較發善 欸 誰說我可以來這樣子當 這是一個我先天的一個評判 我的聲音讓我在聲音表達 其實是你自信的 可是喔 說真的有一件事 有個老師他問我 他告訴我 欸 要不要來錄廣播節目 要當來賓嗎 要錄什麼 他說不是 來當廣播節目 不是啦 好啊 啥啥 見鬼 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 但是喔 這位老師很會鼓勵的 告訴我一件事 欸 伯伯 你要這樣子想 誰說現在聲音好 就才能用很多節目主持人 你看一下那個蔡阿嘎 欸 等一下 你們都認識他嗎 我知道 但以下的話 不代表我的原意 好不好 我只是轉述 對嘛 你看一下那個蔡阿嘎 他長得又不酸 但是他還是受歡迎啊 伯伯 我覺得喔 你很會聊天 很愛聊天 所以可以從你節目裡面認真 因為這件事喔 因為我心裡面啊 在那邊思考 對啊 我的人生既然已經翻行了 既然聊天可以被看得出來 既然已經有人來邀請我了 我為什麼不試試看呢 當我一個轉念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人生態度更改變 我不會只聚焦在我的聲音不夠好這件事 我開始聚焦在原來我的講話 聊天這件事 可以幫我得到更多的能力 好 我讓他願意喔 去做這件事 不過說真的 問題還是在 我並沒有真正去克服過這個問題 於是當我開始做錄音的時候 很有趣 我第一次 第一次錄音傳說中的第一集 我們網路廣播用自己的電腦就可以錄 錄了三十分鐘 然後放出來一聽 阿娘會啊 這什麼鬼聲音啊 你有沒有看聽過的人行將舊木有沒有 這個我聽完之後還有人願意繼續聽 這才有鬼 給你等刪掉 可是怎麼辦 那我已經答應要接廣播 節目啊 我們要做啊 於是喔 這個時候我們喔 一樣 既然遇到問題 我們想辦法各個問題 透過人家的介紹 我找到了一個好朋友 這位好朋友叫王少環 我們在最後面幫我們打招呼一下好不好 一開始我就找了他喔 開始來做一個廣播共同錄音 我請他委屈一點 當我的一個節目副主持人 我才發現一件事 當我自己來錄音 我是一個人的表達 可是當我喔 可以試著用對談的方式 我聊天的功能才可以放大 我們喔 才開始喔 讓我聊天這個功能喔 這個我的能力突然喔 可以被看見 而且很有趣的 邵涵跟馮毅剛老師選過程 現在是相聲瓦碩的志工 我們自己正好是相聲瓦碩的名 所以我們當時喔 節目裡面的特性叫做排槓 我覺得一件事啊 排槓可以讓節目有趣 但是我也失去了他的尊重 從那一刻開始 他不叫我老師 他就開始叫我的名字 Ben 好 在我這個過程 其實我常 我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喔 摩辯默契培養默契 我們培養出來一件事情 我們透過每一次每一次的小對談 錄了之後 我覺得這一集錄的還不錯 心情很好 每一次每一次我們花了一點時間準備 每一次的案例我們都把它做好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喔 我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幫助 我們不斷的把一些小成功給集起來 成為我們的經驗 我們就開始變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成功 今天的玉琳 他的配音七八年錄音下來 剛剛的即興不是平衡的來人 我們的玉翔口音 他的不論是同步不論是足步 這都是功底 我們的淘呆 這麼多人可以一路看上來 看到一個玉翔記憶 這個都是一個過往當中 不斷累積輸染之後的好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發生一件事情 我可以告訴各位 聊天有六自覺 天空愛美人心 從我們的天氣 從工作 從我們的一個愛好 我們的美食美景 我們甚至有關人的事情 甚至心靈感受 我們都可以開展很多聊天的話題 可是 我再告訴各位之後 代表今天各位就很會聊天嗎 不見得 今天喔 我們可以告訴各位 對話的當中 我們的視覺天覺感覺 可以做很多的修煉 做表情的調整 做聲音的調整 做我們文字內容的調整 各位 立刻就是公眾到什麼 第五次 各位 這句話送給各位 我們沒有一觸可擊 只有五段的累積 累積我們每一次 每一刻不同的經驗 過去的失敗 也許是現在的養分 過去的經歷也成為我們現在 最好的一個能力 這句話送給各位 能有一處可擊 只有一段可擊 最後謝謝我們的焦點 謝謝我們的焦點 讓我們在今天的生命當中 給了一個焦點 最後一個局空 感謝各位今天大家好 對我的照顧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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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我們今天帶來的分享 其實剛剛老師已經幫我做了一個總結 他就是總和